就是說在前面這個 這個Background Information裡面 它其實也是要去解除說 這件事情跟觀眾它的連接點是什麼 它的需求是什麼 那可能是因為現在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上 它是有一些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它是斷裂的 對 它是有斷裂 可能會分工啊 比較不會合作啊 那我們這個實際社系的創業家 也告訴我們說本來政府在最終設計上 有如下如下這些困難等等 所以我們要新的一種方式 不再是有上而下的 而是對等式的 讓大家來告訴我們政府應該做什麼 不是政府告訴大家應該做什麼之類的 就有一個Bridge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部分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跟其他國家的部分 我除非是說 例如說西蘭就是這樣做的 或者什麼就是這樣做的 這樣子是加深它的重要性 但是不用去講說 我們簽了雙邊協定 雖然那個可能很重要 但是不是這次想要做的事情 對 沒錯 對 那就是一的部分 那二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樣在區域設計國際論壇 這樣聽起來就完全不提了 所以二就沒有問題 對 除非這次紐西蘭的 這一次的這個內容裡面 它是有啟發到一個想法 是能夠去 對 我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Optional 如果有的話我就一兩句講 說這個我們到了紐西蘭才發現 這個我們能夠說服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變設計 那實際上不可能 但是假如我們發現這個方法 然後我們就要在二的時候去報告 那沒有就不用報告了 對 那三跟四我覺得我們就並行 對 就是說一句話代表 就是說我們現在開始 我會用Office Hour的方式 來去落實我們在E那邊 已經講了的一種 就是直接溝通的這樣一種方式 那就從這個禮拜開始 但是呢 這裡想要講的仍然是說 我們怎麼樣使用對等的方式 讓民間去設定政策 那所以我的情況 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之前已經收到了 哪些具體的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政策也做改變的一些地方 可能舉一兩個例子 然後接下來就說 我們會繼續這樣子做 就大概就這樣子 我覺得結尾的部分 可能需要帶到一點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 這個系統 這套系統 背後它最 最大的第一跟關鍵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討論到說 因為它是透明的 然後它是相互溝通的 重建相互的信任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讓各個部會看到說 這一套直接跟民眾溝通的方式 非但大家不是民粹 也不是暴民 它反而是能夠讓更具體的政策 快速聚焦 也讓事務官比較不需要 擔這個做錯方向的風險 然後也讓第一線的承辦 它的這個重複溝通 所資的成本都降低 所以說是 事務官是這個 比較能夠擁抱這套系統 等於再做一個實驗 但是這個實驗如果是 這也是一種社會創新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不只是社企 我們希望未來不只是電競社企 所有的青年事務 隨便什麼東西 都會用類似這樣的方向 跟大家一起討論 這樣子 上次還有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說這樣子的系統 其實當然促進對話 跟這樣子的透明交流等等的 它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是不但是讓人民 去信任政府 也是政府把這個信任跟 信任交還給原本 對啊 就是政府無條件的去相信人民 人民要不要信任政府 是後面的信 對 對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投尾 它的貫穿會是 如何透過這個系統 這個機制 讓政府把信任交還給原本 好 就這樣 對 我覺得這投尾的物品 也是這樣子 好 對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環弱 好 那所以 我們這樣就確定了 好 那林侃辦 一專門講信任的這個產生 對 然後二如果沒有兩點就不講 然後三四合併 而且是它當作信任價格為部分 我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然後再Promise大家說 未來可能不止電競 跟社企別的影片慢慢過大 因為事物感體驗到它的好處 就這樣 對 OK 好 可能在 因為在內容上 可能請政委這邊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的初步討論 它的用詞跟用語 都還是比較是 有點像是比較官方的語言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看看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是可以讓 關通更理解的一個語言的方式 我覺得會更好一點 OK 好 你覺得那個 這個關仲銘老師在TEDX的 就是為什麼民眾反對政府的 美國政策的那一場是夠親民嗎 很親民 很親民 好 我們就以關老師為了 好 沒問題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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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好 關老師那一次其實講得非常棒 對嘛 所以我說不定直接carry它 你知道嗎 好 那個人的問題 對 好的 好啊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想說 大概設定在10到15分鐘 嗯 政委這邊大家覺得會抓在哪一個範圍 我可能直接我先把那一段時間先 先把這個時間點預留 10 10分鐘嗎 10分鐘嗎 好 然後目前的話上一次跟您討論的時候 是這一段會出現在我們上午的時段裡 然後那個時候是設定在第二個字體 不過我們在整個內容上調整之後 我們想要把它移到第一個字體 對 一樣是上午時段那不是第二是第一個字體 這個時間點應該上沒有問題 所以是等於幾點 因為我還在排順序 好 對 那基本上第一個字體它的時段是9點到10點半 可是是這個時段裡面哪一個順序我還沒有確認 好 沒關係 我就先把最後那一段時間都留下來 好 謝謝 然後所以我們red的時間是前一天的 對 是前一天14號 然後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初步的 我會再用email確認 但是我先跟您確認然後口頭確認一下 等一下喔 我現在目前是幫政委這邊排的是14號早上9點鐘 好 那就這樣 然後是一個半小時的預留時間 對 好 那我們這邊就好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今天要錄影 沒錯 好 我有點那個改變心意我想要就是 做辦公桌 對 好 那我們要跟我們做清一下 我們要不要移一下這個沙發 嗯嗯 先上機奧放這邊 好 燈 你們機械要不要先走嗎 好啊 好啊 不要 好啊 好啊 沒辦法 不妥的 稍微捏一下 好像太需要打准备在那邊吃滿亮的 試試看 好 好,那我們來疊麥吧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 它就是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要講 10月15 我在TEDX台北 擴增點事件 擴增事件 擴增事件 那個點不用念書 擴增連結事件 擴增事件 對 四個字就好 連念中間也不用空白 對 不用 我們先從 你要順著錄下來嗎 順著錄好了 好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提問 就是這次鄭文想要在活動中分享什麼 我們先稍微試一下聲音 好 直接用那句話練習 好 10月15 10月15 我在TEDX台北擴增事件 你也來吧 10月15 我在TEDX台北擴增事件 你也來吧 好 這樣吧 好 那照片你錄 像這個 對對對 好 我看一下 3、3、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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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一次好了 好 從第一個問題 不然我就把剛剛第三個在這邊一次 可以嗎 好 從第三個開始 對啊 那我們從第三個開始 對 從第三個開始 對 從第一句話開始 然後我們會分別的 對 對 不能就 3、2、1 好 看哪裡 看這裡 好 對 我們今天只能錄那句話 對 走六句話開始 好 好 那我們預備 3、2 Action 10月15 我在TEDX台北擴增事件 你也來吧 好 好 好 那我們再錄一個就是預備萬一的 好 好 預備 3、2 Action 10月15 我在TEDX台北擴增事件 你也來吧 好 好 那我們就從題萬一開始 好了 來 十月十五 我在TEDX台北擴增事件 你也來吧 好 好,那我們就從提問1開始 那我等一下喊321Action的時候 要說這我直接開始還是要問他 我會先問,然後正文再回答 我們不用未來的大人物那種做法 我們想要是比較方向性的 要不要站在感覺 也可以啦,用這個也好啊 我覺得這很有正文的風格 我不反對啊 可以啊,要用這個方式 想要的說明這次想在年會分享的主題是什麼 想要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試試看好了 好啊 好,預備 3、2Action 請您簡要的說明這次想在年會分享的主題是什麼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關於一個信任的故事 我們與其去問說 為什麼大家不一定信任政府所做出來的政策 我覺得不如去問說 政府能不能夠更相信人民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政策 我呢,是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務委員 我自己在10月的時候 就會展開一場新的實驗 在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跟大家一起每個星期見面 以及跟全台灣所有設計的創業家們 固定時間的巡迴 用這兩個方式 再加上網路跟實體的溝通 我們希望台灣社會企業政策的未來 不再是哪一個政務委員自己決定 而是讓所有人一起來產生 好 好 可以 要不要再 要再一次 再剪短一點 要再短一點 好,可以啊 剛剛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版本 剛剛幾秒 對,剛剛是 剛剛一分鐘 一分鐘 大概是一個30秒版本 好,來 好 好 那我們預備 3 2 Action 請您簡要的說明 這次想在年會分享的主題是什麼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如何透過開放政府的原則 來重建政府跟人民中間的信任 我一直覺得 與其要大家相信政府 不如是讓政府裡面的朋友 先相信大家 如果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一起去產生某個政策的話 是不是會比以前誰說了算 要來得好呢 所以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 從10月開始 我們在空總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一起跟大家 形成社會企業相關政策 後面的想法 以及接下來的計畫 好 這樣多少 這樣45 還要再剪嗎 我覺得可以再精進一點 好 再剪 好 再剪 好,繼續來 我覺得有需要講到後面那個計畫的名字 空總就不用了 因為我覺得那邊好像是 演講的時候需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空總不用提好了 好好,那個 sorted 所以我會怎麼會錄? 好,來 這個燈價 這個燈價 那個燈價 那個時候買很便宜的 他就一直送送送帶 好,預備 3 2 Action 请您简要地说明这次想在研会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政府跟大家之间 怎么样重建信任的一个故事 我是负责社会企业的政委 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在社会企业政策制定的过程里 如何采用开放政府的方式 让所有参与社会企业的朋友们 一起形成我们的社会企业政策 这个政策不再是谁说了算 而是所有人一起决定 好 好 那我们就第二个问题 第二问是 就是政委在年会现场中想要挑战观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挑战观众 你最想在活动现场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也是讨论 挑战他们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挑战他们思维的一个问题 挑战他们思维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跟这次分享是有关系的 好 OK 好 OK 好 好 好 预备 3 2 Action 你最想在活动现场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当大家想到社会企业的时候 脑里是不是已经想到一些社会力量连接企业力量的方式呢 我想要问大家就是 能不能够想出之前都没有人试过的创新的方法 好 好 好 可以吗 可以 那就这样了 好 好 谢谢 阿球说他觉得看你们都来了可不可以照片再拍一下 好 好 好 我们再多拍一次这样 好那就这样了 那我们这边就应该不用特别打字 就这整段丢上去 也没有什么不能上传的 那就是Hotic 谢谢 好 拍照 好 那我们帮这个白底盘 那这个肉就可以停 好 谢谢